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朝时期建成 村中屋时整齐有序 建筑风格十分古朴 这里的村民现在还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他们用扁蛋运水 披木柴做饭 往来运输用的也是牲口辣的车 看着这样质朴的日常生活 给人一种踏实平和的感觉 第二个是盲荡山 也叫仙女风 是我国5A级景区 盲荡山位于盲山镇 包括20多座山峰 占地面积约为16平方千米 其主峰高156.8米 这里在古代是水域丰富的泽国 现在仍有不少河流纵横在群山之间 跟清脆挺拔的山峰相呼应 显然是一幅山清水秀的画卷 盲荡山还流传着汉高祖斩蛇的故事 为俊秀的山峰披上了神奇的色彩 以上两处景区都是全年开放 其中一个还不输费 下期来这样的地方是不错的选择 这里的游人数量不会饱和 有极具特色 在如今工作压力巨大的环境中 古朴的民风能让您的心灵回归宁静 美好的大自然能使您的负能量淡化 对于这两处景区 你还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 评论 转发 以及关注哦